因为无取无来,不生不灭,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。 道的本体,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。 在混沌未叛之初,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笔, 无天无地无人,也没有语言和文字,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。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,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。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,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,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问的运转。 这就是道的妙动。 道大理为,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动,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。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, 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, 针对当时天使底利及众生的根气, 留下仙经万点,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。 同时, 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。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, 或称为上帝, 或称为造化, 或称为天主。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, 君是一名而同意。 我们最到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, 就会了解, 天地间时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。 因此, 道虽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经义, 为先门万教的总源头,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。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,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,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制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